豪华联市的中华国小射箭队受邀参与第139届美国国际的邀请赛 那么在市长魏佳燕以及社会各界的募集金贝之下终于顺利圆梦了 并且拿下了四金五银六铜的夹击 回国之后呢中华国小射箭队也特别到市公所来致赠感谢卡 也分享比赛心得 那么市长魏佳燕表示 市公所会持续来推动各项的体育活动 将花莲市打造运动城市 中华国小校长江振如日前率领教练和九位射箭队选手到花莲市公所 小选手们各个都挂上一到三面的奖牌 每一个人在第139届美国国际射箭邀请赛当中都有很亮眼的表现 其实当初我们在募款的时候我真的很没有把握 我当校长当20年了 那募个200万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发觉有这样一个支持的力量 让这一股力量出去了以后 再加上我们孩子们教练们本身一直在这个领域的经营 所以我们就顺利的成行 所以回来了以后算很忙 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带着孩子们亲自到这个地方来跟嘉燕市长说一声谢谢 小选手们也分享了他们出国比赛的心得 就是在饭店的时候发现他们没有像台湾饭店一样有电灯 他们只有旁边的台灯而已 就是比赛过程就是发现他们其实比对抗的时候 计分值是要自己用的 然后不是台湾帮我们排量 就是有自己的计分值 就是可以让我认识美国一些新的文化 然后跟台湾不一样的东西 感觉跟台湾比赛的差很多 什么样的差吧 就是他们那边比较自由 就是计分的时候 计分出现实物可以自己做更改 给我更多国外比赛的一些知识 了解更多国外的一些文化 看到孩子们战棒的光彩 市长魏家燕也非常开心 今天看到我们去比赛的 我们中华国小的孩子们 那归国回来 拿了四金五银六铜的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排数成绩 那也希望说孩子们未来在 不管在升学或者是以后 有没有要朝着这个方向走 都希望他们坚持下去 那这边也特别真的要谢谢 我们看见校长的努力 跟教练的努力 一直替孩子们在奔波 然后在寻求一些经费跟一些资源 那真的很谢谢校长 愿意为孩子们去努力 那未来也希望 不管在是任何的体育 或者是说有需要帮助的地方 我们花莲施工所都会尽全力的来协助 这一次国际邀请赛 中华国小射箭队拿下了四金五银六铜的好成绩 他们也致政感谢状给市长魏家彦 感谢市长和各界的帮忙募款 让他们可以顺利出国圆梦 也增加国际视野 孩子们说 未来他们会持续训练 努力的为国争光 绝对会幻市报道